自由的起点是无知 人从无知出发 自由的认知世界 自由的终点是不被强制 人自由的结成同盟 反抗僵化传统 与现实暴政 所有偏见 谎言 愚昧 将在自由的洞察下 消逝如风 所有不公 专制 非正义 将在自由的穿透下 冰雪削容 人生而自由 自由洞穿一切 真自由 实无忌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实用忌惮 我是宋志南 本期是我们的系列 拥抱战败 日本战后复兴之路的第三集 也是最后一集 主题是 日本战后的社会与文化转型 首先让我们讲一些欢乐的事情吧 朋友们知不知道 日本的秦色杂志 是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流行的 不要跟我说是2011年 因为那一年 苍吉宫老师在新浪微博 开通了官方微博 也不要跟我说是1995年 因为那一年呢 是一个第一次看到了人生中第一本秦色杂志 冬古报都不是 事实上比这历史更久远 日本最早大规模开始流行秦色杂志 是在1950年代 也就是在日本的战后初期 当时流行的杂志 有好几种 就我能够见到的 其中有一个呢 叫接吻 这个名字蛮有意思哦 接吻为什么都会成为秦色杂志呢 在当代社会 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社会 接吻都已经施工见惯了 只不过有时候呢 确实也令人有一点点头疼 我就经常看见有两个中学生 穿个这个校服在公车上面 或者在这个车上上面接吻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 在1950年代的日本 那么接吻 那么很多时候还未必像现在一样 是完全没有禁忌的事情 实际上在暂时的日本 很多电影中间的接吻镜头 是要被剪掉的 那么因为日本 在这个战后复兴之前 它也是一个趋于保守的一个国家 趋于保守的一个国家 我们要是看过这个天堂电影院 我们就可以想见 当时剪掉这个接吻镜头的 这样的画面了 天堂电影院 我们讲述的是儿童和电影 和电影院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有意思的小行业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小孩 一直想看接吻的镜头 所有这个在影院上映的电影 其中如果有接吻的镜头 都被剪掉了 然后这个小孩呢 就收集到了所有 这个接吻的镜头 把它连成一条长袋子 然后自己在那里看 看得很爽 那么其实这个小孩 把所有接吻镜头 连成一条长袋子 就有点类似于 日本最早的情色杂志 比如说接吻杂志 接吻杂志 会刊登各种各样接吻的图片 当然甚至还是有 还有比接吻更大尺度的图片 而且有很多类型的小说 所谓类型剧 有类型小说 其中朋友们 男友们 可能耳熟能详的 就是关于魏王人的故事 最早就是在 1950年代 在秦瑟杂志上面流行的 魏王人 魏王人是日语 其实就是这个寡妇 寡妇的意思 为什么在那个年代 关于寡妇的秦瑟故事 特别流行呢 其实也是有时代背景的 我们想一想 在那个年代 那么不管是阵亡的士兵 180多万 还是被原子弹 被这个轰炸机 轰炸死的平民 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 死于战争 或者死于这个意外的 那么这样一部分群体 是非常大的 而他们对应的 这个自己的这个遗孀 群体也是比较多的 而且有蛮多人 是死在很年轻的时候 所以他们的妻子 也比较年轻 而日本人呢 就从这部分群体的 这个绝望与伤感中 竟然迸发出了一些 性感的慵懒的 诱惑的故事出来 而这个魏王仁的 这类型的秦瑟故事呢 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今天我们如果有 有一些这个朋友 对日本的某一些 爱情动作片比较了解 魏王仁是其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型 就像是 比如中国 我们有抗制神剧 这个类型 而别人呢 就有魏王仁 爱情动作片 这个类型 来抵挡我们的 抗制神剧 好了我们说回来 当时的这个 秦瑟杂志 其实对应的是一个 很有趣的文化 叫破曲文化 是战后 日本社会中 非常流行的一种文化 这个破曲文化 什么意思呢 破曲是一种烧酒 当时呢 它是一种劣质烧酒 我们第二集讲过 战后的日本经济 最开始非常困重 物质匮乏 不可能有太多好的烧酒 破曲烧酒 是当时流行的 但非常劣质的烧酒 它劣质到什么地步呢 劣质到大多数人喝的时候 必须劣着自己的鼻子 然后一口把它灌下去 然后嗨 爽一下 因为它比较劣质 劣着鼻子 防它冲鼻子 这个破曲文化 对应的含义是什么呢 对应的是当时人们 绝望和颓废的这个状况 破曲文化的内涵 也无非是什么呢 是酗酒文化 是遭忌文化 是看情色杂志 然后那个干嘛的 那个文化 不过呢 这一种颓废的 绝望的 肉欲的 萎靡不整的文化 很快也会慢慢的变得阳光 甚至呢 跟西方的文化 巧妙的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 到了这个更晚的年代 到了1950年代中后期 那么在日本的新术 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一个大赛 叫Cosplay 西洋文化大赛 这个Cosplay呢 是由年轻漂亮的女性 来作为这个主角 然后呢 她们是Bund 或者全罗上阵 然后摆出西方的 比如沉睡的维纳斯 她的美神 阿福什么什么T 对不起 我记老外名字不行 阿福罗蒂特那一类的名字 伴美神 伴维纳斯 或者伴这个贵妇人 当时呢 她们是伴我 或者裸体的 当然古希腊本来 有很多这个人 被画下来也是裸体的 那么其中呢 有一个叫贾飞的姑娘 当时名正这个 名正这个意思 这个贾飞 扮演的是维纳斯 她跟一般的日本人不一样 当时的日本人 由于战后的营养不良 那么很多都不太高 现在日本的平时生活 比我们高了 当时是比我们矮的 那么这个姑娘呢 腿特别长 她有一米七几 而且脸蛋也很俏理 更重要的是 她有一身非常白皙的皮肤 她的皮肤白到什么程度 当时的世人形容 她白的就像白天一样 哇 真的白哦 白天 不过后面我也不知道 白天一样白的皮肤是什么样 不但白 而且光滑 我们要想象一下 一个女孩子的皮肤 如果她只是白而不光滑 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 张朝阳的脸变得很白 又是个女的 好看吗 对吧 恐怕是比较困难 因为她的 我们说照常也不太好 我们想象一个 有很多这个青春痘的人 那么即使太白 那么如果皮肤不光滑 盲人摸上去 可以摸出一部长篇小说 那么她也一定不会是 这个太好看 而这个贾飞呢 不但个子高挑 脸蛋俏理 而且皮肤白皙 且光滑 那么当时 又有诗人形容说 她的皮肤太光滑了 光滑的 你阳光都无法贴在上面 嗯 这两句诗很棒 这两句诗的作者是谁呢 嘿嘿 就是我本人 是我 是不是 是我不赚的 是我从的 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的改善 随着社会的转型 随着政治的进步 那么日本呢 也从战后出去的绝望 腿上肉欲 然后慢慢的进入了一个新的 有集体的这个社会 新体验的这样一个社会 那么首先呢 是家庭的变迁 从社会转型来讲 在这个战前 日本的这个社会主要的家庭 是家族式家庭 这个中国有点像 它是一个大家族式的家庭 可能也是受主家文化影响 而在战后呢 家族式家庭 逐渐转变为了核心家庭 所谓核心家庭是什么 就是指两代人的家庭 比如说爸爸妈妈和小孩 他们家庭中间最重要的 或者说最这个核心的年纪柳带 是夫妻关系 而家族式家庭 最重要的关系是长幼 比如说爷爷和这个孙子 爷爷和儿子 儿子在和孙子 那么这种伴随着 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么社会中间也有起了不小的变化 首先是更加的开放 因为家族式的家庭多 那么必然人员之间是相对比较封闭的 而平等也更加可能了 因为家族式的家族 它是一个等级有序的 尊卑长幼有序的 而核心家庭 它是以平等为最重要的价值的 家族式家庭 则是以服从和等级权威等为最核心的价值的 那么与此同时 随着家族式家庭的简体 那么之前我们在第一集提到过的 就是有一种叫国庭论的东西 慢慢消散 国庭论放在家庭中间 对应的就是家庭国家观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种价值观 它将整个日本社会 堪成一个大家庭 然后呢 日本天皇就是大家庭的老爸 然后剩下的人都是他的儿子孙子 那么儿子和孙子对老爸或者爷爷 那是绝对的服从 但是呢 战后 这种家庭国家观 随着家族式家庭的解体 也慢慢消散了 同时呢 也当然是随着这个政治结构和观念改变的 就改变而慢慢消散了 那么人们明白 我自己 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个体 我尊重天皇 是因为我尊重传统 但是我并不盲目崇拜他 天皇他不是神 他也是一个人 我的天皇会有情感 因为我热爱我的国家 热爱我的传统 但是我不会盲目崇拜他 我也不会盲目崇拜天皇所对应的那个冰冷的国家机器 于是同时呢 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 但是也有了性质的变化 在战前的社会 人们努力工作 更多的是为了国家 为了大和民族 而在战后人们更努力地工作 是为了个人幸福 也就悄悄地在价值观上面 社会上面完成了一个转变 从国家主义到个人主义 这个国家主义到个人主义伴随着呢 当然是天皇这个神的坍塌 天皇自己本人 也发表过一个著名的人间宣言 在这个战后 人间宣言主要的内容就是说 天皇他不是神 在这个战前或战时的这个日本 天皇是被作为神来膜拜的 是国家的化神 是神一样的存在 但是战后 天皇发表人间宣言 我是人 我不是神 我跟你们一样 有趣有的有情感 我可以作为一个象征的 一个国家尊贵的一个人 但我不是一个凌驾于一切人之上 的一尊神 好 家庭的变迁 对应着其实是个体的简法 父和子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 夫和妻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 而且呢 家庭与家庭 作为社会的原单位 彼此间的交流更加通畅 而不像以前以家族为单位 现在是以核心家庭为单位 那么这个社会的活力和凝聚力都其实是同时增加了 那么除了家庭的转变以外 日本还对应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 就日本正式步入了福利国家的行业 也就是说他大力倡导社会福利 其中特别明显的社会福利呢 就是养老政策 日本不光在养老保险和养老金上面 有诸多的这个制度设计 而且在2001年 这个日本还率先在全世界首加推出了 政府投资支持的长期照顾老人的一个全国性体系 这个话说得有点高 当然原话如此 这个项目的名称原话如此 所以一般的养老保障就是你老了之后 给你每个月发多少钱 然后你有相配套的医疗保障 可以报多少 报销多少医药费 而这一个全国范围内的长期照顾老人的专项计划 他其实不只是给钱 不只是给你报医药费 而且他会有专人来服侍你 甚至是陪你下棋 陪你聊天 完成你的精神的陪伴 而不仅仅是给你一个 满足你最低生存要求的一个物质就行了 他的老年人活得更加有尊严 同时也更加有乐趣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让我感到感动和震动的 因为对于你来说 我们现在当下 我们中国的这个养老 尤其是农村养老问题 那真的是 还是面临了非常多的这个困境 像我前两年看过一个新闻 讲的是甘肃一个老太太 她都八十多岁了 因为没有养老保障 因为她两个儿女 也各自六十多岁了 没有能力散养她 她必须每天下地干活 由于多年下地干活 她的膝盖已经弯了 是没法直起来的 她仍然每天坚持下地干门火 只不过是为了最低的生计 而在佩洛图这个新闻 那当时看令人比酸 而有个新闻更贴 当时也引起我的注意 这个网友当然应该也是悲伤的 她讽刺到 这个老大太最好能够住进看守所 她应该想方设法住进看守所 以便过上好日子 我们只是咀嚼这个新闻 和这个评论背后的 对应的现实和情感 那个确实是令人比较悲哀的 而养老保障 我还想起前两年 也有这个陆地 陆续兴起的投诉案例 说的是什么呢 养老骗局 就是说在九十年代 有很多地方它不规范 它向这个当时的农民 一次性的要他们缴纳多少养老费 然后说到了多少多少年之后 就开始每个月 然后给你这个发钱了 结果 这个就有当年 一次性在九十年代 报了两三千块钱的这个老人 然后现在呢 到了零几年之后 每个月开始发钱了 你们猜猜发多少 最少的只有五十 最少的只有五块 多一点的只有五十 这个是有新闻可查的 这个可以说是一种 赤裸的诈骗和羞辱 五块钱现在能干嘛 每个月发五块给你干嘛 可能这个我们出去吃一碗 面都已经吃不了了 物价飞涨 但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两三千块钱 那可能是一个农村家庭 他倾家荡产 砸锅卖铁 只为自己有一个保障 他们相信政府 或者相信这个有关方面的这个许诺 承诺 我们会管你们的未来的 管你们将来的 因为农村养老 一直基本上就是靠自己 或者靠儿女 长期以来是缺失的 但现在呢农村也在开始着手建立农村的养老体系 农村养老保障的这个制度 我们希望能够更快一点 而且能够更务实一点 不要口味而死不治 因为农民在1949年之后 他们永远是牺牲最多 被屋主最多 但是得到实惠最少的群体 可以说我们所有城市里面的人 都是欠农民的 好了 我们说回来还讲日本 我们讲中国的稍微多了一点 我有点激动 日本的这个社会转型 除了家庭的变化 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 还有一个重要的标杆 就是教育的变化 那么在战时 他其实义务教育是风雨飘摇的 其实有很多人都错学了 当日本士兵的最小的 也有这个高中生入府的 他全民兵役 而在这个战后呢 日本人他非常明白 如果教育不搞上 那么日本的这个复兴就免弹 所以在1947年 尽管财政非常拮据 那么呢 这个日本方面还是果断的推广了 九连制的义务教育 当然这个呢 是最早推行九连制义务教育 而不是最早推行义务教育 日本人最早推行义务教育 是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有了 而且刚开始推行的时候 很多人不理解 当地的人还有暴动去骚乱 去捣毁学校的 为什么要捣毁学校 你们猜一猜 不是因为这个 觉得小孩不工作去上学 而是因为当时这个地方政府没钱 而办义务教育要地方政府出钱 需要加税 有时候高的加到10%的税 地方老百姓当时明治未开 他觉得我干嘛去读这个学校 义务教育 假装我没出钱 其实要加税 那我干脆把小学砸了 医疗用力 到1947年 推行义务教育 最开始也是有抵触 入学率并没有想说那么高 但是呢到了1950年代中期 高中生的入学率都已经超过这个55%了 高中不是义务的 而初中呢 那么已经是一大半 到了1970年代 那么高中的入学率超过了80%多 而这80%多的高中 入学的高中生呢 又有三分之一 他能够考上大学 而不只是数量 日本战后的这个教育的事业的质量 也是非常可观的 像现在亚洲有很多这个国家 包括中国 其实教育模式上面 模仿的也是日本制的 当然 现在日本如果跟中国来比 大学招生的规模或者比例 日本人可能要相形见错了 在数字上 不过这个数字呢 我并不觉得有多么值得交往 好 除了教育以外 那么日本战后的社会变化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变化 日本人其实乡村一直是这个 享受的这个经济发展 这个军战的利好的 成像差距本来就不大 甚至我们看我第一集讲过的数据 这个在战前 在战后 那么这个城市里面的经济生活水准 降到35% 农村呢 降到了战前的65% 农村的影响不大 而国家呢 日本政府呢 通过土地改革 然后通过农产品的这个补贴和辅助 那么实际上是一直在大力的 这个扶持和复兴农业的 而且农业的生育人口呢 也能够很有效的流到工业区 因为工业发展很快 于是城河乡就形成了一个 比较好的良性互动 工业呢 工业产品可以消耗农村 农村呢 可以提供粮食原材料和生育劳动力 而彼此之间不是一个剥削的关系 也不存在人为的剪刀差的 价格剪刀差的关系 那么跟1949年之后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城乡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更多的是合作互补和共通 他们之间的差异呢 也日益缩小 所以呢 到这个1970年代 日本的农村已经相当富裕了 很多农村人 他不但不比城市人这个贫穷 甚至有可能一些富裕的农村家庭 是超过城市里面 中产阶级的水平的 那么这也是日本战后 社会转型一个特征 然后再一个特征呢 就是日本的中产阶级的壮大 这个我在第一集里面已经讲了 这就是个赘述 就是说至少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 自认为或者真的就是中产阶级 它是一个橄榄型的社会 而橄榄型的社会呢 相对来讲 它的这个财富分配更加的公平 而他们族群与族群之间的矛盾呢 社群与社群之间的矛盾呢 也相对容易得到缓手 不至于那么容易撕裂 好总之 随着这个战后的一系列的进程推进 日本终于逐渐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 国民社会 日本社会 它我们可以列举它的 我前面讲的这几个特征 首先是家族式家庭 被核心家庭取代 其次是城乡差距缩小 城乡的互通性更强 然后与此同时 还有中产阶级的壮大 还有义务教育的这个普及 全民教育的推广 还有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 那么同样重要的在精神层面呢 还有国家主义 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价值观 这个范畴里 国家主义被个人主义所取代 随着进入这个国民社会 那么日本在战后的复兴之徒 也可以在这一集 画上一个短暂的句号 通过二十年的时间 他们从废墟中 从绝望中一路走出来 最终呢 实现了现代的这个民主政治的转型 实现了国民社会的转型 同时呢 还成功地完成了战后经济腾飞 战后奇迹 经济复兴 那么有人可能要问 那你说了这么多 你能不能够言简意该的 小结一下 这个日本战后复兴的秘密所在 我说其实一般要人小结的 通常都是一种智力上的懒惰 当然呢 我也愿意成全这种懒惰 我大概总结了 日本战后复兴之路的 三个关键因素 第一个是西化 也就是既保有和珍视 自己民族传统文化 与遗产中间的精华 同时呢 又不遗余力的 甚至是疯狂的去萃取 来自于西方的观念 制度 技术中的精华 唯我所用 所以第一个关键词是西化 第二个关键词呢 是个人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日本的国民终于完成了 从战前的国家主义者转向战后的个人主义者的一个变化 而这个战时的这种宏大的这个权威的国家主义叙事 也不再能够主宰他们的头脑和他们的命运 每个人为自己而活 反过来反而能够为他人而活 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为国家而活 到最后他往往既不能为国家而活 也不能为自己而活 战争的创统告诉日本人的就是这个道理 然后第三个关键词呢 可能有一点点蛊惑 是运气 有很多成功学大师 成功学书籍 都总结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老实的说 我成功其实没有什么这个逼个高的东西 我成功就是运气 我的成功不可复制 运气成分太重了 其实呢 对个人也好 对企业也好 对国家也好 有很多的这个成功 或者很多的失败 都是有相当大的运气成分的 如果一个人 他完全不相信运气或者偶然性 他只相信所谓的必然规律 他要么成为一个宿命者 要么成为一个历史决定者 或者唯物主义者 而这几者呢 从我个人的这个理性判断 和神的判断 都是不愿意亲近的 所以运气是日本战后复兴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比如说朝战 朝战的打响 反而给了日本经济 腾飞的一个起点 再比如天皇 个人的这个特质 他原本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但是他愿意走下神坛 然后到四处去寻衅 积极的配合占领者 甚至是拥抱占领者 共同来引领日本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这些都是运气 如果这个天皇是一个人渣呢 怎么办呢 那么有可能日本的转型之路 还会更加血腥 和更加漫长 所以我的一个好朋友 当然他不认识我 曾国藩 他说过一段话 叫不姓苏 姓运气 曾国藩本人是一个学者 他不但是一个风疆大力 而且是一个经学家 是一个学者 他却说不姓苏 姓运气 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以呢 日本人最终能够在战后 迅速的复兴 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开花 那么在我看来呢 是由于所有日本人的 特质精神 以及运气 本期食物鸡蛋 就到这里结束 而我们关于 日本战败之后 复兴之路的系列 也全部结束 全长是三级 然后在下周一呢 我们将播出 台湾的民主转型 不可复制 而关心 跟我们一一带水的 台湾同胞 是怎样 在1949年之后 实现的民主转型 和寄生亚洲 四小龙之列的 食物鸡蛋 我们不听不散 不见不散 拜拜 好 上一集我讲到 我的普通话不标准 但我没有能力去改正它 我也没有心愿去改正它 为什么没有这个意愿去改正它呢 因为在我看来 普通话越标准 它可能就越不接地气 越不生动 越没有情感 也越没有生命力 想想看 什么样的普通话 是最标准的呢 我首先会想到 新闻联播 然后会想到 春晚上面的主持人 我自己是非常热爱方言的 尤其是在我的故乡 乐山话 事实上 乐山话相对普通话 那么保留了更多的古音 保留了更多汉语的魅力 比如说 我的好朋友 苏东坡 曾经写过一段谚语 非常有意思 但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足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宁肯每顿 我都吃不上肉 但是呢 我一定要让我的窗外 竹影婆说 非常的这个有调性 有格调 但是这句话呢 怎么用普通话念 都不压运 但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足 但是如果用梅山话 或者用老一辈的乐山 来画来念 一下子就压运了 给朋友们念一念看看 打口是无足 不可居无足 嘿嘿 你看 不压运 是不是非常压运 而且方言里面 有许多非常有感染力的词汇 像我出生在一个 非常小的小山村 我妈妈有时候 形容那个小山村 她会这样说 哎呀 那个裸鱼漆抬销了 拆根火柴都会走三圈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生长的 小山村 叫裸鱼漆 这个裸鱼漆呢 太小了 插根火柴 就可以走三圈 插根火柴 就可以走三圈 你可以想象 多么的小 而且方言不但 这个比喻的很形象 而且她的语气 那种韵味 那么她确实是 连根都砸在 这个土地里的 它是有血有肉的 接下来呢 我再跟朋友们讲一个 关于方言的 非常有趣的东西 方言不但 它有生命力 它真诚及地气 它往往 还有一种 独特的幽默感 我讲的是 自贡 容线的方言化 自贡 当然呢 出过国俊明 出过周小平 还出过我的朋友 胡舒芬 他们号称 自贡三杰 那么在这个 自贡 有个线叫容线 容线呢 它发有一个音 很奇怪 就是发安的音 它只能发成 恩或者音 于是就闹了很多笑话 朋友们记住 它发安的音 只能发恩和音 就说的是一个容线人 到北方出差 然后叫服务员拿个碗 说第一句话 就啪 被服务员打热耳光 为什么呢 他本来说 给服务员 给我拿个碗 由于他发不了碗的音 他说服务员 请给我一个碗 他碗发的是碗的音 那么同样的 说言的时候 你就发出 音的这个声音 像比如说钱的时候 就变成琴的声音 像有人问容线的人 你们发钱没有 他就会回答说 我们现在没有发琴 但是我们约一会发琴 都发琴了之后 我就请你来刷一行 就是这个发钱 他说的发琴 那么更有意思的是 自贡是一个传统的 这个演业重镇 那么他们也有很多 演业的往来 那么有一个会议上面 这个老大就说 今年我们卖也卖得不好 钱就不要想发了 等什么时候演卖好了 我们就发钱 我们说的什么呢 今年我们的音没买好 等到什么时候 我们把音买好了 我们就发琴 就他演说成音 写这个钱说成琴